明天的天气会是如何呢 我们将时间交给气象主播老外 是的 久古各位观众朋友 白依侯大家晚安 欢迎来到山海气象的时间 北部地区就在昨天出现了 38度的高温之后 今天其实又接近到38度的温度 真的是非常炎热的一个天气状态 而这样的天气情形呢 不仅有毒辣的太阳 半枕同时呢紫外线的强度也很强 往往呢这个一不小心就很容易有晒伤 至于未来几天的天气会不会有新的变化 我们就先从第一张的卫星云图 带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来了解 未来的天气状况 从卫星云图上呢 我们先往南方来看 可以看到呢这一大片的低压云溪呢 因为非常活药的关系 所以呢不断地在酝酿发展 但是同时呢 也因为呢这个太平洋高压势力存在的关系 这些没有云的地方呢 是就是太平洋高压势力所在的位置 所以呢因为它的存在 也就这个限制了这个 在南方的这些云系北台的影响 而今天呢在我们中南部地区呢 还是有这个雷雨的情形发生 主要呢就是受到这个热队流的影响 但是呢雨量雨势跟昨天相比变化 是这个是稍微小一点 而且呢时间也不会太长 而到了明天的这个天气状况呢 跟今天相比变化是不会太大的 是多云道景的天气情形 但是呢还是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 这个紫外线的强度是非常强的 所以呢外出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 关系完了天气上的变化 至于温度上的呈现又是如何呢 我们再从下一张的地面天气图 一起来看看 今天北部地区的民众呢 一定也觉得还是很闷热 因为呢这个温度 一直是居高不下的 甚至到了入夜之后的现在 温度呢还是有在30度左右的一个水平 而到了明天呢可以看到 影响我们的太平洋高压湿地呢 就在我们附近 而风向主要呢是催南风 甚至是东南风 所以呢明天全台各地的温度呢 感受起来都还是蛮闷热的 而且呢我们也预估 明天全台各地的最高温呢 都会达到33度以上 所以呢是非常炎热的一个天气情形 跟这个温度提醒大家要多加注意 至于未来几天更详细的天气变化 带你来看为您整理的上海奇效 首先来到亚美大屋族人的兰宇 温度落在25到30度之间 天气非常的好 再来是台东的南回地区 温度是落在24到31度之间 而在台东市一带 温度是落在了24到33度 天气也很好 接着来到重谷地区 温度呢是借在21到33度 而来到了海岸线 温度呢是来到了26度到33度 来到花莲南区 除了佐西晚上偏凉之外呢 其他地区的温度都偏高 而在花莲的中部地区呢 温度是落在了22到32度 而在花莲市雨淡 温度是来到了25到33度 接着来到秀林跟新城 温度是落在了23度到33度之间 而在宜蘭的大同跟南澳 温度呢是落在了22到31度 在南部地区的屏东 狮子牡丹满洲 温度是落在了24到30度 泰武来意跟春日 温度是在23到32度 而在雾台三地门 马家温度呢是落在了23到32度 高雄的元湘地区 温度呢是落在了18度到31度 阿里山温度偏凉 落在16到23度 有午后雷雨的情形 仁爱渔池跟水里还有信义 温度呢是落在了17到31度 而在台东市和平 温度呢也都偏凉 是在18到28度之间 南庄 诗坛跟泰安 温度是落在了21到30度 关西间15风 温度呢是落在18到33度之间 回来到北部地区 温度呢是落在了21到33度 好 到这个周末之前 天气几乎都是高温炎热的状态 所以提醒您 如果是需要长时间待在户外的话 两件事情一定要做好 就是防晒跟防中暑 另外呢现在也是许多部落 在举办祭典的时间 提醒我们的部落族人 记得要多加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千万不要逞强 这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气象预报 祝你一切顺心平安